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对你态度不好的呀 还有就是 就是有一次我刚下边回到家 挺累的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说店里边刚来货 然后需要我去帮忙去给他搬 然后我二话没说就直接跑到店里 然后去给他搬货 我刚一进门 他就说哎 来了把那些货还搬在仓库里 跟以前一样 就一点都不寒暄我 也不关心我 我说工作一天了 你累不累呀 然后又从家赶过来 要不要歇会喝点水 然后再去干活 然后让我去搬东西 然后他再跟别的男的在那聊天 还聊得特别开心 表演出那种状态 特别优雅 然后特别矜持 然后特别有女人味那种 就是他一开始 就是我特别喜欢他这样 但是后来他只对别人这样 对我根本不这样 那你也看到了吗 我又不是说跟他搁那儿 心儿聊 我是在谈工作上的事吧 顾客来店里买衣服 他是来送钱的 我肯定好太多对他嘛 聊天我忍了 那你为什么根本不管我 你跟他出去吃饭 你把我撂在店里 你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都想把搬到仓库里的货 我再给你搬出 让你自己再搬回去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我是想跟他出去吃饭 我跟他出去吃饭 还不是因为声音上的事 我还要给他陪着笑脸 说着好话 但你觉得我乐意啊 我还是不想让 有了他这些固定客户 然后以后更加多 对咱们辅助这样的店也好 对咱俩生活也好吗 可是你为什么就理解不了我呢 那个男的约他吃饭 他都痛快地答应了 就是我有时候约他吃饭 他都推辞我说店里忙 然后而且就是一开始 跟我在一起 他根本不这样 跟我出去吃饭 都一心把精力放在我的身上 当时表现得也特别优雅 就是有时候吃饭 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吃 都不敢大口吃 就生怕就影响在我心中的形象 那后来他变成什么样 来了之后 吃着饭 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 然后看电影也是 有的时候饭吃到一半 接着电话走了 把我自己撂到那 而且我跟你说 就是他 哎呦 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说 你知道吗 跟我在一起吃饭 就在外面吃饭 打嗝放屁 叭的嘴 根本就 哎呀 不特别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就我都想坐到他旁边 跟别人一样 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 我都不想说 我认识他 那你是我最亲的人 我在你面前 还有必要这么 遮遮掩掩掩的吗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我就是以这面膜 就特别最真实的 自我面对你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你难道就喜欢那种 带着一张面具 跟演生活电视剧那样 那你给我再 那是做包厢吗 不是 不是做包厢 那临桌的人都倒霉了 他那么夸张 根本哪有那么倒霉 而且我觉得 也就跟刚才老师说的 在包厢里 或者我俩在家 他怎么样 我也不会说的 就是有时候跟我出去逛街 你说现在哪有女生出去不化妆的呀 他出去不仅不化妆 有时候都不洗头 你知道吗 我长得有那么丑吗 素颜见不了人啊 哎呀大街上 头痒了 他算就挠挠挠挠 挠完了 头皮线就抠挠完了 又往开弹 哎呀 这种行为 别人看着特别不舒服 那你说这种小事 这很随意的 那痒上了就像挠一挠 那你那你没有的时候吗 我觉得你怎么老是把 就一把那个小事来扩大化 来扯到 你觉得我不在乎你那种 那次我领他出去跟我朋友吃饭 然后我朋友就调侃我 说哎 你带的不是上次那女的呀 我当时就挺生气的 我都开始我一段新的感情了 我带我新的对象来 跟你们见面吃饭 你们就这么说 让他怎么想呀 然后我觉得他还会特别不高兴 然后扯开别的话题 就是帮我圆这个场 然后他什么行为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他嘻嘻哈哈的 坐到我朋友旁边 去八卦我的前女友 问我的之前的感情怎么样 好不在乎我的感受 他这种行为 我觉得让我朋友就认为 我对他就是特别无所谓 我朋友都感觉他特别不在乎 我让我也特别没面子 我特别生气 跟你朋友出去吃饭呢 因为那一件事提出来 我难道当时就跟你斤斤计仰 我大大方方处理这件事 不像你朋友觉得 就是你找了一个特别名市里的人吗 我可以不要 我平常都收拾开 我一件事 这件事 就是帮助我 你老买菜 我愿意 你不要